那是我二哥的孩子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二哥舅舅的孩子了 他正缠着我呢 那一会儿再 五哥 该做作业了吧 妈妈今天是星期天 不用做作业 要是每天都是星期天 那可就好了 妈妈也想啊 要是每天都是星期天 妈妈就不用上班了 是 对了妈妈 我看我们同伴同学 很多爸爸妈妈都带他们去公园玩 尤其是星期天的时候 今天你也得带我去公园玩 一定是动物园 虎子 妈妈今天有事 下次陪你去好吗 妈妈 您怎么总有事啊 喂 崔总 丁家 整个好了吗 整个好了吗 我觉得呀 咱们还是去茶楼比较有情调啊 妈妈 我要去动物园 哎 你这里边怎么有小孩说话的声啊 啊 那是我二哥的孩子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二哥舅舅的孩子了 他正缠着我呢 那一会儿再跟你联系 好嘞 哎 小姨 小姨 慢点 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用风筝了 那可 可是他这 他 他 他 一副迷糊 迷糊的样子 会不会什么有什么内伤啊 是不是喝的太多了 你别胡说行吗 也有轻微脑震荡的可能 你们家属要是不放心 就去做个CT 对做做做做什么这些T都给他做了 把那么血汤尿汤血小板都都查查 普查一下大检查 就是既然人都来了 行 啊 那要是你是妹也查一查 我啥也没有 我也没病 都来都来了 那我去给他开单子 行 照顾 照顾 你别着急 没事 咱们在医院 没事 你别着急 您给画一样像 谢谢 你钱带够了吧 钱带够了吧 问谁呀 问你呢吗 问你呢 你钱带够了吗 我带钱干什么呀 这钱不得你出吗 怎么 这钱怎么成我出了 凭什么呀 不是你花钱吧 凭什么怎么成我花钱了 我凭什么呀 还有我说你出 你别喊 咱先问问人多少钱 你别那么激动 问个多少钱一共 一共八百二十块 啊 多少 八百二 八百二呢 您是不是算错了 您再给喝一下 师傅 谢谢 早知道做那么多检查 干嘛 什么尿酸高 尿酸低腿 跟摔个肝道 有什么关系 一瓶瓶泡水 两块多钱就解决了 你干什么呢 这是八百多啊 你哪那么多话呀 你身上贷多少钱啊 我这身上有二十呢 多少 二十 什么年代了 二十块 你敢出门啊 这你能替我操心了就 要不你先垫什么八百 我偷二十 我哪有钱呢 那怎么办呢 这这得不让你走啊 这 给家里打电话呗 嗯 那也行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们家电话号码啊 你们家 给你们家打电话 那凭什么给我们家打电话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就弄钱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人啊 你别别 你了的事 就得你负责任 行 我打打打一打一电话 你电话 你借我用用一下 电话 我那都没充值 可能过去了 你放心 都是北京市内通通通 喂 二哥 等 等八道 妈呢 哎 你出了一趟 我请你吃顿饭 你请我吃早饭 还是请我吃午饭 这是这点 你现在吃早点 晚了一点 可吃午饭 也没到功夫呢 要不然这样 咱先步步吃饭 你给我送点钱了 行不行 那你到底是借钱呀 还是要请我吃饭呀 就算边吃边借钱 啊 借多少钱啊 一一一一千 一千 一千 好好好 在南洋医院是吧 行行 好 好 你等着我 三婶 三婶 你一人多挂挂你 她这人 你不说请她吃饭 她不出来 三婶 您您帮我盯上摊 我马上就回来 我出去办点急事 啊 好吧 那行 你去吧 哎 那个大大姐 谁大姐啊 有那么大吗我 小小小姐 你才小姐呢 不闹啊 我怎么称呼 你总得有个称呼吧 是什么称呼 是 你 我叫李立琴 那个李立琴同志 你跟你叫不良口子 打架在这儿跟我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还怎么没关系啊 没关系 你现在能在这儿吗 啊 不 你等等等我 哎 再说 你能拿得出 跟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证据吗 能吗 能吗 不 不 不能 既然拿不出 跟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证据 那么证明 你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明白了吗 哎呦 怎么这么绕啊 我 我 我这脑子 绕绕不过 你行行行 不说了 就算我倒霉还不行啊 这招你了吗 哎 你倒霉我 还倒霉呢 我一早上熬的一锅羊杂碎 我还没来机卖呢 臭 一大锅呢 那真是可惜了 你得赔我那一锅羊杂碎 怎么羊杂碎也得我赔啊 凭什么呀 啊 你账不得搅我赔了 那羊提的羊废的我也得赔啊 我不跟你说了 咱们这样啊报警 别麻烦人家警察同志了 你干嘛呀 110110每天一百亿十多件事 还忙不过你 这台小小纠纷 哎 行行行 咱们不不不不说了 哎 这样行不行 你现在先回去 趁着你那锅羊蝎子没有 什么羊蝎子呀 羊杂碎 对 羊杂碎 羊杂碎都差不多 你先回去 给它卖了 我这帮你盯着这事 我才不走 你跑了我找谁 你以为我留降的还能飞是怎么着呀 我我我把身份证给你 你看这总行了吧 压着 我那死嘎咪的这迷病倒了 我回去我也没给帮手 一直根本忙不过来 倒倒倒也是 要不然我找个人帮帮你 行 哎 你怎么嘴回答得这么厉害我 我这嘴怎么那么这么欠 我这就划多了 你找个人吗 我这想不出来 你找个人吗 你找个人吗 我唤不开心 我找个人吗 你找个人吗 那么你让车偷 我他给你 我再来 你 真的 我 马来 怎么越来越利 有人陪护吗 有啊 他呀你旁边那个 对我 盯着展示这袋子啊 如果夜没了就按服务领 别压着管子 肿了或者出血了 马上通知我 好 大夫 你们这住房条件 是不是太拥挤了点了 有好点的吗 有单人房间 一天一百五 那 那算了吧 那跟着住着吧 行 烧饼油条 烧饼油条 那哪有烧饼油条 我这早点还没吃呢 他这说胡话 一天叫这么一句话 二哥 你叫我了 你可来了 出去 快走吧 真的太感谢了 真的好兄弟 你这回让我一下明白的 什么叫雪中送淡 什么叫两肋插刀 什么叫路见不平 什么叫下刀山上火矮了 只有这些好词 在你身上我一下全体会到了 你到底想帮我借多少钱 就一千块钱 你瞧你这样 很快就我还你 二哥你说这话就不把我当兄弟 瞧瞧我这个好兄弟 应该是一千零五十 你上次还欠我五十 别说这事了 就倒了 我还你一千一 行不行 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字 就写一字就写一字就写 你就踏实了 我也忘不了 哎 我借着不好 不要不要 亲兄弟明算账 这事必须的 你我都明白就完了吗 你看 拿好了 你放心 这钱 我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你 这在你手里你怕什么呢 有个饭馆在那盯着呢 二哥瞧你这话说的 以后有什么事一句话 我灯盘要有半个步子 你串 这是你说的吗 只要不借钱 什么事都行 我还真有一事 我麻烦你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大大大 你来 快 给他领走 我给他领哪去啊 帮你卖羊杂醉汤去啊 二哥 我那水果摊没人订过 我踹你了 怎么回事不跟你说了吗 先帮我对付对付 要不然还得陪那一锅羊杂醉汤 要不然你再来接我五百 那我还是去吧 就是大姐 这我好兄弟 听使务 听招 您可劲用尽情的使务 当牛坐马 任劳任怨 没问题 当然有一点我得提醒您啊 就是到吃饭那点 把他先放回家 要然他一吃这饭 你们这流水一天全摆大了 二哥 你这是出卖我 兄弟这不叫出卖 这叫出租 这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 我的好兄弟 尽情的用 我就豁出去了 你是把我豁出去了 兄弟只好如此了 那我这怎么办呀 你放心 我不在这盯着他那么 像对你签账为一样 那么签不就完了吗 等等 信息 你不是没手 没手机吗 有 他不是充值卡 亏钱了吗 他只能接 不能打 哎 不是啊 就就撑走了 大牛 二哥 那那那我什么回来啊 听我信 好好干 今日的生日啊 喂 二哥 好 好 行了 哎 你忙你的 这是我啊 安排 爸 帮我看一下虎子 我出去一趟 来 等会儿 刚才你二哥来电话 说是那个叫荆泽的 今天过生日 他突然有事回不来了 让我呢 也送个蛋糕去 那您去吧 我这么大老头子 给个女孩子送个蛋糕去 算怎么回事 他让我妈去 你妈帮着那个灯泡 盯那个水果汤呢 他可真行 把家里人都给安排出去了 行了 就新工你一趟吧 钱在八台上支吧 行 我去 烧饼我挑 别动 老实点 我说家父神病啊 应当啊 叫令孙 令孙这神病啊 老血涮 偏瘫 这老头是你亲的吗 那还有错啊 你怎么老打他呀 不打他都不听话 老拔着管子 这就是那句话 再孝顺的儿子 时间长了 伺候老爷子 也变得不孝顺了 你说呀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不就简单了 老爷子您挺有学问啊 多不是东西啊 不是他怎么老骂人呢 这是他第二句口头语 以前令孙是干什么的呀 我爸爸原来是登三轮的 说话粗点 哦 那家父这个 应当叫令孙 令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令孙他不是东西 这令孙就是他爸 多不是东西 这家伙子脏死了 这天都没擦了 不说话粗点 那个 他自己能够 就不讲话了 回路了 你说话粗点 这儿 不讲话粗点 我们腊